随着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金于7月底停发 川普总统于8日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将为失业者提供每周400美元的补助金 并由各州承担四分之一的金额 对此加州州长纽森称 该计划将提供约730万加州失业人口 每周1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使每周额外花费总计至少7亿美元 为此纽森表示 如果推行新的400美元失业补助计划 联邦当局必须向各州提供额外资金 然而就在上个月 加州民主党议员主动提出了一项 总计1000亿美元的疫情纾困计划 高调宣称要为非法移民 补齐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金 而且民主党仍指出 这项千亿美元纾困案的资金 将来自州府的其他收入 以及向联邦的借款 不会额外增加税收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 洛杉矶综综合报道 本集完 我们下期待 期待